郭先生 你好 我們先講講本港 經濟問題 每個都為自己的生活比較緊張 郭先生有什麼看法呢 香港最重要是樓價 樓價跌少少又要站穩 但最怕港幣給人民幣影響 對 人民幣跌了很多 人民幣根據市場報道 形勢都會一直跌 但跌都沒有所謂 因為它這樣跌 人民幣借錢就兩年幾息 為什麼會突然跌得這麼厲害呢 我都不知道中央的經濟專家學 或者減一餐 我就借人仔回來換港幣 再換美金 存在美金收五里幾息 明白嗎 睡醒覺就已經賺錢了 然後你再跌就再賺多些 我有個朋友的時候 我早上教了他欠銀行錢 他就借人民幣還錢 還了錢 原本五里息 現在人仔借兩里幾息 節省了多少錢 借完之後人仔還跌 他就再賺了 所以他們全部搞錯了 以為用口說 人民幣什麼化什麼化 什麼叫不夠化 真假不是開玩笑 每個那些蛇和蟑螂 蟑螂 都來淹你 南美洲 人民幣 阿拉伯佬 游走上海買金 俄羅斯 都來香港的公司 都來替你套等 你敢不收他們嗎 全部那些下班 是假大空的作風 他們完全都不明白 你那些紙幣擺出來社會 令到他值多少那種力 在哪裏 他都未算到 知道嗎 幾晚了 劉精明怎樣都算出來 你的經濟學者 總括來說 譬如政府的官員經常出來說 我們正常復常 我們現在慢慢越來越好 這樣說 他不說這些 說什麼 不知道幾天買個月 大家就說 說一下 連我們超級特首 連七一國慶 今天也有七一國慶 七一國慶 國慶 他公開說 說錯了 國慶 這些是怎麼會錯的 那時候我說他六神無主 他真是想好做好事 他工作繁重 但是他沒有莫神 那些人 那些人 煙梭佬 山賴兵 那些中央政策委員會 那些 那些 那些庫民團 那些二世祖 那些庫二代 那些庫二代 那些庫二代是不肯認識的 他不是自己打江山 老爸留下生意是給他做的 他怎麼打江山 過年我做到反艇 紅藝性 那些庫二代 香港數得出的 L性是家庫二代 沒有放過這家店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世界很差的狼狀 但是你剛才說我們香港的樓市比較穩定 市面又開始恢復一些旅遊 難道我每樣都說壞嗎 是的 旅遊就好一點 但是旅遊那些沒有能力買東西的 國內都死了 國內它做什麼影響香港呢 國內現在立刻停止那些網購三分二 你現在整些網購反到市場沒有人走 買東西 知道嗎 那整天市場就只有那些物流走來走去 你混蛋 他們現在中國知道死的 你沒有了市場的人氣 商場 店舖仔 街邊賣東西 不是呀 又不肯交稅 網上不肯交收不肯關你事 是不是 你不肯大鑊 影響很多零售 多 零售都散了 網購 香港人是很人過癮 以為做了很人過癮 方便便做到這樣做乞丐 等於現在你以前做的那些什麼八佳 圍康 周圍各個都做了 等於你做了 那樓梯底檔口仔便沒有了 沒有了小店 沒有了小店 我小店養妻 賣報紙 賣煙仔 賣糖糖 賣餅乾 沒有了現在設粉和漆仔 現在設粉和漆仔 現在設粉和漆仔 控制了 八佳圍康 那些行為大集團 香港的經濟不是這樣 以前我這個家 我做銀行家不可以說 我開了米譜 哪裏夠你做 我要賺五元才夠 賺兩元 哪裏夠你做 所以全部弄得錯 那些哪裏懂事 財政司 是法溫雞 人殉 口臭 養殉 隔壹 你找他做財政司 一定死 香港想好 我剛剛在台南過節目 你撻兩塊成個白禮 貼到龍寶灣 掃到後海灣 幾呎水深的一團土 你三個獎品很大 最少五個 起碼 那麼多地 待會不搞 你不在那裏 你不在那裏 蚊繩台底 古靈精怪 知道嗎 沒有 你香港是比較有氣魄的人 比嘉超是有心做好的 特首 但你有心跟你沒有能力 還有你不是說整個顧問團 幾十人都在那裏 人多 小時候有人用嗎 好明都只有一個 整個街頭 陌生 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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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便更多 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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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敢對阿爺 例如這23條要這樣立的 既然你打開一個盤口 我們請用陰招來控制社會 不可以用養子 就黑人走了 現在那些朋友去哪裏敢回中國投資 你的政策早上和日後晚上不肯同 改了變化要下單給你 你交不到貨 我不是陪陰陪你這個混蛋 全世界只有你做嗎 我剛才說 一分鐘就斬多四兩清零運動 就是陪陪你陪葬 你看英國人那時管治香港 哪裏的政策經常變的 那時人中共很穩定 公務員穩定 政策穩定 不可以撲避撲去的 你會死的 你這個社會不是生意 你不是生意 最重要是穩定 最重要是平均公正 個個有公開 現在你最慘的 又說請不到人 但很多人說沒有工作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你不是很古怪嗎 是不是很古怪 他們都沒有研究那個死因 做了雷鼎明這些經濟教授 你有沒有跟我行出 真是用他做的 說說烏克蘭 我不是說說和蕭 因為俄羅斯今天昨天吹了大雞 是反水 反水 我華格勒軍團 幾個調戰槍頭 剛剛收到小吃最新的 說打到近領域 史太蘭格勒 就到莫斯科 那些政規軍不擋 不擋 一直掃上去 然後有個宗將 又說支持這些伴軍 那他很大機會內亂了 內亂就不會的 那些軍隊一不支持的話 普京就要逃亡的了 那反過來 普京就看他走去哪 那路掃上去 一你軍方一不支持 你散散 因為那些政規軍的中長 支持了伴軍 他以前好像都是沙皇 他都是伴軍走上去要輸的 歷史都是很怪的 即是你全部沒有了軍心 即是說你的皇帝做錯了 普京是錯的 一個典的軍人走去演習 塞機無臣 叫人打仗 後來是最糟糕的 我早就說了 我早就說了 我一定有那個報應 有個心不服你 我為甚麼事打仗 不義之師 不義之師 他一離婚搞到人 我都說他是混蛋 那現在就好了 如果他散散後 中國不知怎樣了 他就打算找俄羅斯做媽公仔 生命不看 現在共同看 看就要混蛋看 那好吧 天下太平 早點平戰 沒有人陪你 你不要影響世界 和發展經濟 影響我們回到隔路及 開大油浮 也不敢回到隔路 左人 好 好 再見 不如先介紹一下你們的精算符輪社 去做這個服務 所以你們的主題是很好 要青少年學一些懷舊的金曲 你會發現原來這麼聰明 這麼好聽 講開這個獎品 厲害 TMS有現金獎 冠軍有三千元 因為你不是青少年 這個就要問問博士 多謝你的大力支持 我們精算符輪社是非常熱心的 想到之後 就可以全部包了獎品 哇 最重要一點 上一年那一屆 因為現在的年輕人 就很少寫情信 又沒有寫日記 真的沒有 如果他學一下唱正式的歌 如果他的歌詞好 他都會學到很多中文 特別是如果他是老人家 小朋友唱熱曲 變成老人家 又多了話題 是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年輕的時候 因為唱新馬仔的歌 唱一唱下 就認識到女朋友 即是現在你年輕人 就唱師馬仔 就認識女朋友 歌詞很漂亮 是 現在這個時代 最重要是可以收福氣 我經常都叫年輕人 我買了票 叫你帶婆婆 爺爺 去看大戲 是呀 很好 好過你過了身後 燒金銀衣紙 即是珍惜當下 對 所以很感激他們的扶輪社 我也是他們的寧社長 讓大家能夠努力 特別這個中文的歌 有一個很大的意境 因為譬如說 我們現在說外國教育 如果你不認識自己國家的文化 歷史 那就很難愛得起 所以這個歌唱比賽 是有極大的意義 很多不同方面 我就想不到 第一次來到新城台 有一個這麼美麗的主持 不知道你說的是誰 我也不知道 好像不在 出去了 不在 老師看到這個比賽 因為他就想我來這裡 拿一拿經驗 但也想不到我拿到獎 哦 無心插樓就扭成音 這個真的要問一下郭博士 因為我相信你都會喜歡聽粵曲 郭博士 分享一下 覺得唱成怎樣 我們的參加者 不容易 九歲 又要幾個詞 他就不跟我說 懂唱練造打 哇 哇 那你是找老師學的 是嗎 有私人班 那你喜不喜歡 喜歡 為什麼 為什麼會開始唱粵曲 之前就是媽媽 補了一個體驗班 這樣 真的要放鬆聲音 才可以用得順一點 就是這樣 回去多練習 呼吸很重要 我要請教郭博士 製作這個粵曲組 其實是否你的想法 原意是什麼 你見到這麼多 九歲的小朋友都學 好 講一個香港少少的 大家不知道的故事 好啊 一粵曲來北開百活會館 是嗎 是 阿姐那裡 是啊 所以帶他去 袁紹輝跟我聊天 有一年 日本人來香港 拜訪百活會館 拜訪完之後 他們要簽名留念 到此一遊 是 日本人問阿輝哥 拿一支毛筆給我 站在那裡 沒有毛筆 嗯 這個中國傳統文化 我們就變成一個警告 一定要傳承下去 是的 那特別是 大家要知道 我們粵曲有九個音 對不對 莫非就是公相各子余 我不知道 是不是 還有最早 嶺南的文化 那個皇帝是1803歲 最長命 越南 越南 越說的 越國的文化 嗯 所以我們說 可能唱歌好 學粵曲 不是只學一首歌 而是整個文化的故事 有很多 歷史的傳承 嗯 還有以前 你知道我們 中國很多戰聯 沒有書讀 嗯 可以靠唱粵曲抵二日戲 你知道自己的歷史 喔 要留伴這些歷史 看得到90歲都沒有 想到五千年歷史 暫時到這裡 你慢慢抓著郭博士 多學一些關於粵曲的文化 謝謝新城電台的支持 這是大家的工作 我也有支持 我最早支持中國的京劇文化 在國外很多年了 期待有更多不同的題目 可以請到郭博士去討論 我是胡派的全人 一會再捉獎 這段時間差不多了 待會又有小學組得獎者 謝謝 aquí 是 謝謝 是的 解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